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5年8月革命初期正式成立的越南人民请察力量 乃至越南人民公安力量一直得到我国党 国家和亲爱的胡伯伯的关照 教育与锻炼 可受到全国人民的保护 已不断成长与强大 1962年7月20号 胡志明主席签发官民 颁布人民请察法令的主席令 其表执着人民请察力量的成长 同时也是越南人民请察力量展开各项任务的重要法律基础 因此1962年7月20号成为越南人民请察力量的传统日 越南国家主席乡进创代表越南党和国家领导 表扬了越南人民请察力量在50年来所做出的努力 和所取得的出色成绩 他表示说 全球化与融入国际社会趋势 为我国 将国和卫国事业带来许多机遇 但同时也带来许多新危机和挑战 因此 作为维护国家社会秩序安全和信力量的越南人民请察力量 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张敬川主席要求人民请察力量与越南整个政治体系 有效落实预防罪犯 维护国家社会秩序安全的任务 张主席相信 经过60多年的锻炼成长 可以传统日50周年的精神 越南人民请察力量一定会出色完成各项任务 为我国共业化 现代化和江国卫国等事业的成功做出积极贡献 趁此起继 代表我党和国家张敬川主席 向越南反犯罪警察总局和负责社会持续安全事务的行政管理警察总局 受为胡志明训章 并向一些优秀警察员受为其他穷高强壮 19号上午在北宁省北宁市房地产市场与住房政策中央指导委员会 举行会议 评估越南政府总理所签发关于展开为贫困库 提供住房援助计划的167号决定的落实情况 越南政府总理阮金勇出席并指导会议 根据越南政府总理所签发的167号决定 国家将从中央财政领算拨款 向每个贫困库提供720万到840万约吨的援助款项 加上每个贫困库开可从社会政策银行 以3%的年利率贷款总额为800万约吨 同时动用各不同来源的资金和自身的财政能力 建设总面积为24平米 使用期最少为10年的标准住宅 据越南建筑部的报告 经过三年展开后 住房援助计划以基本完成所提出的各项目标 各地方已向50万个贫困库提供援助 占计划的94% 其中少数民族为33万交互 甚至到住房是国民生活中的必要需求 同时也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 越南政府总理批准继续展开住房援助计划 并指定建筑部拟定展开为贫困库提供住房援助计划 第二阶段的计划草案 19号下午在国内 越南政府总理阮金勇分别会见了 前来败会的伊朗新任驻业大使 扣赛因和莫桑比赫新任驻业大使 加莱米恩 欢迎伊朗新任驻业大使 扣赛因赴约工作 阮金勇总理表示 越南与伊朗合作关系发展适合良好 越南一向中视推动与伊朗的合作关系 阮总理希望扣赛因大使 将与越南有关部门行业紧密配合 有效展开双方所达成的各项合作协议 推进洛西两国新合作计划 后山英大使表示 伊朗也希望进步加强越南多方面合作 并强调在越南工作人期内将接近全力 促进越一两国在经贸 金融银行等各领域的合作 会见莫桑比克新任驻业大使 加莱里恩时 让金融总理希望越南与莫桑比克将继续紧密配合 有效率时两国高层领导所达成的协议 他表示相信 加莱里恩大使将为推动越南与莫桑比克 多方面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加莱里恩大使表示 莫桑比克希望进一步生化于越南在农业 水产 教育 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合作 19号下午在阁内 越南国会主席阮生琼会见了 正在来访的韩国锦湖韩亚集团总裁 朴三琼 同一天 越南贡商部贸易促进局 与越南驻韩国大使馆商务处 及韩国亲口上协会 联合举行越韩企业亲入口教育会 及研讨会 会见时 阮生琼主席各度评价 韩国锦湖韩亚集团对越投资项目 所取得的结果 并强调韩国锦湖韩亚集团 扩大对越南投资 是越韩战略伙伴关系 日益务实发展的声动体现 阮生琼主席求出 越南正日益深广地融入国际社会 因此 越南国会正在对1992年宪法进行修改 舍其符合于当前的新形式 越南欢迎外国投资商 加强对越南各个领域投资力度 越南政府与国会将为他们对越南投资 创造命令条件 同时希望 今后韩国锦湖韩亚集团 将继续加强对越投资 韩国锦湖韩亚集团总裁 朴三球表示 今后韩国锦湖韩亚集团 将继续加强对越投资 提高该集团在越南的文化基金会 和其他计划的活动效率 这在加强双方文化交流 深化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互相了解与合作 朴三九总裁希望 越南政府与国会继续完善各项政策 外进一步吸引外资营销便利条件 另一方面 来自韩国80家企业的代表 和越南100家企业的代表 共同参加交易会及研讨会 通过这些活动 越南呼吁韩国各家企业 在加工工业和服务等领域 增加对越南的投资 2007年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和东盟为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监署后 越南与韩国双向贸易额猛增 年均金额达87.5亿美元 2012年前五个月 越南双向贸易额达79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6.2% 目前韩国在越南十大贸易伙伴排行榜中排名第四 今年前五个月 韩国对越南投资项目共有58个 注册至今达2.2亿美元 截至目前为止 韩国对越南的投资项目 累计达3000个 注册资金总额达240亿美元 其中加工工业 制造工业 房地产和建设等 是韩国企业对越南投资的主要领域 继续将您报道新闻 19号在胡志明市亚太金额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 2012年第三次会议举行闭幕会 其中强调推动亚太各国经贸合作 面向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 在全球经济尚未完全复苏 使亚太经济还面临着一定风险的背景下 亚太金额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会议 呼吁各国实现透明化和全面性的合作 从面向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 除此之外 资金问题鼓励私人经济投资于基础设施的方式 粮食安全、发挥创意性、节能、协助中小型企业发展等问题 也是该会议集中讨论的关键问题 值得议题的是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 对今后越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提出具体建议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提出的建议书 将成定于今年9月份在俄罗斯举行的 亚太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审议 19号晚在河内国际数据集团 与越南信息技术国家指导委员会 以及信息传媒部联合举办 2012年东南亚信息技术行业追加领导奖的颁奖一事 今年荣获东南亚信息技术行业追加领导奖 共有16名 集中越南10名、泰国2名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柬埔寨等 四国各自一名 这不仅是推崇信息技术行业领导者的机会 这也是各位领导就有关信息技术行业等问题 交换经验的良好平台 有助于日益有效运用信息技术 该奖项是美国国际数据集团的创意 开始于2005年至今 荣获东南亚信息技术行业追加领导奖共有64名 今年东南亚信息技术行业追加领导奖比往年的不同点是 评价规模得以扩大 评价标准也得以调整 今年再启动8个月后 主委会已受到来自本地区各国提名的88个档案 7月19日 越南卫生部与韩国国际核救机构联合举办 广南省中央综合医院落成典礼 越南卫生部部长阮氏金进促席典礼 广南省中央综合医院是越南中部拥有高端医疗仪器设备 和初期规模为500张冰床的现代医院之一 该项目一期工程投资总额约为1万1月顿 目前共有80多名医生的广南省中央综合医院 可举行手术、治疗创伤心脑损伤、腰椎肩盘突出症 浮江经手术等1000多种抗治病服务类型 预计到2012年8月中旬 韩国汉林大学将派遣40位教授和专家 前来协助该医院有效使用医疗仪器设备等资源 在典礼上 韩国代表承诺将为越南提供总额为500万美元的医疗仪器设备 当天广南省人民委员会与韩国国际合作机构 举行越南广南省小学和韩国城南市小学 递交友好关系的签约仪式 这有助于双方深入了解各国的文化教育等领域 今后韩国国际合作机构将继续动用资源协助广南省 特别是韩国方面将安排与韩国城南市小学递交友好关系的 广南省小学士生前往韩国参观交流 7月19号由越南皮革和鞋类协会 举行到2011年越南国际鞋类皮革及工业设备展会 在古志明市拉开序幕 展会吸引了越南中国德国西班牙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家制造商和供应商参展 2011年越南国际鞋类皮革及工业设备展会 为推动鞋业新技术和新产品提供有利平台 这也是各家企业促进贸易寻找投入商机的机会 盖展会从7月19号至21号开放 预计吸引参观者达6000人次 7月20号越南工商会与同奈省工商厅联格举办 以为通过电子商务系统加强对亚太和费州市场出口的研讨会 同奈省和附近各省份100多家企业的代表参加 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为各家金珠口企业通过英特网有效扩大 市场和寻找合作伙伴 会上工商部代表表示 近年6月份全国出口金额达530多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各家企业货物供存量增多 截至2012年6月份 供存量增长了26% 现今 越南中小型企业占96% 各家企业信息技术的投资力度较小 因此 各专家认为 在当前困难的背景下 各家企业需把传统经营模式转为电子商务模式 从而缩短时间和费用 同时创造更多经营与投资机会 许多经济专家认为 在线外贸是发解出口企业当下困难的有效途径 通过这种模式 企业家能有效借助市场和合作伙伴 目前 越南共商会和一些企业 正在通过拖款出口渠道 协助企业扩大出后 寻找亚胎和非洲贸易伙伴 严谈会上 共商部代表回答企业的疑问 同时向企业介绍有效进军亚胎和非洲市场的办法 越东社主前部在纪约道 19号前部在外交大臣克南宏 与正在防检的印尼外长马蒂 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双方表示同意 通过出台有关解决洞海问题的基本原则 来促进东盟成员国就此问题寻求共识 联合国新闻发布会上 克南宏大臣表示 将立即把解决洞海问题的基本原则草案 寄给东盟各成员国外长以征求意见 同时希望于7月20号收回答复 克南宏开表示 我们有可能将于7月20号下午公布 东盟关于解决洞海问题的基本原则 印尼外长马蒂子促 近两天来 他已分别会见东盟各成员国外长 其中包括与中国发生海上争断的 菲律宾和越南两国的外交部长 马蒂外长透露 东盟各成员国对印尼在促进东盟 就解决洞海问题的原则 达成公司所做出的努力及以致辞 马蒂说 印尼正努力形成东盟对东海问题的 共同立场 我们已接近对此问题达成共识 印尼外长马蒂凯表示 当前虽然存在有关东盟内部 发生矛盾的传信 但实际上东盟仍团结一致 此前前普在外交大臣克南孔 与印尼外长马蒂在亲边召开闭门会议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约通社新闻 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